今天上午板桥地检署指挥新北市调查处 缤纷多路搜索了新北市20家的国中小学 涉嫌收受营养午餐厂商贿赂 约谈了四名校长道案说明 新北市营养午餐这弊案就像是棍雪 球一样是越滚越大 板桥地检署今天指挥调查局新北市调查处 发动了第二波搜索 包括了八所国中十二所国小 并且传唤了板桥区卢州区 总共四名国小校长道案说明 而今天是首度有国中被搜索 而至于遭到搜索的中小学是多达有20多所